Pis now? Yes, Madam! 嘩! 你整個警察有什麼管的? Sorry, Madam! 因為如果今年辭職不做老師的話 我就打算去考警察學校, Madam! 嘩! 好有大字喔! Thank you, Madam!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放鬆點,放鬆點 在你考考警察之前 有一隻龍鼠好像你那樣有大字 它已經去了警察學校那裡 那究竟這隻小老鼠最後 到底考不考做警察呢? 現在我們有請一堆魚配出同學 為我們講的小老鼠考警察 這個故事有請 小老鼠考警後 從前這隻灰色的小老鼠 它已經深希望成為一隻正正 受人尊重的小老鼠 於是它來讀入警察學校 考警察 考官 原來花臉貓 看到來考試的小老鼠 當然想做好小老鼠 花臉貓就說了 想入警察學校 沒有問題 不過你先答我三條問題 如果其中一條錯了 你就跟它馬上離開 以後沒有回來 花臉貓說完之後 它先出了一條迷魚 上邊毛 下邊毛 中間一顆黑葡萄 說什麼? 是眼睛 小老鼠想得不想 已經答了花臉貓 花臉貓 簡好驚訝 再出了一條重難一點的題目 長頸狼收到樹林還是草原上面 為甚麼? 小老鼠回答了 長頸狼當然收到草原上面 因為它根本不適合 在貓貓的樹林裡收換 看來這隻小老鼠就是涼牙殺手 花臉貓要好玩 再有一次機會 不是 小老鼠就是有警察學校的 花臉貓帶著小老鼠去一個高伏的大操場 花臉貓悄喘喉嚨就說了 做警察不單有過人的智慧 還有強烈的氣魄 這隻為止該操場 沒有三個月不行 花臉貓跑完之後 小老鼠船一聲跑了出去 已經跑了三個圈了 跑到花臉貓面前 用實體行動證明自己的實力 從此之後 花臉貓再沒有理由拒絕小老鼠 小老鼠如願以償 做了一個很好的警察 這個故事我們明白到 我們有過癮的智慧 大家都沒有靠近一點太怕 這個把母親親給給我 谢谢大家